大家好,2022年3月29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第412期时间消息 请进行接下话题 3月19号,罗马天主教廷在梵蒂冈宣布 实施30多年来最大的改革 西方媒体称这是梵蒂冈的修宪 祖宫,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改革吧 梵蒂冈是中世纪教皇国的后继者 已经有13个世纪的历史了 他的历史遗产或者是历史包袱 比任何一个现存政权都多 千年的神国不会因为一份文件就改革 这次他修改权力架构 相关的正式讨论已经进行了差不多10年 随便搜索一下 就能看到2020年梵蒂冈高级委员会 讨论新宪章草案的报道 不过需要说明一下 虽然这次梵蒂冈修改的的确是宪章级文件 但严格来说并不是梵蒂冈本身的国家法律 更不是梵蒂冈的宪法 现在的梵蒂冈不仅是宗教国 更是一个国际法承认的主权国家 但是梵蒂冈并没有正式的成文宪法 这次宣布修订的法规属于另一套体系 是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教会法 之前从欧洲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数百年间 罗马天主教和其他一些教会 曾经把教会法的管辖权范给扩大了所有的普通人 后来经过启蒙和革命时代的政教分离斗争 罗马天主教会已经被剥夺了世俗的执法权 但是现在的梵蒂冈也不仅管理自己的领土 还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天主教会的上级 罗马教会继续要维系复杂的教会法体系 确定组织架构任免神职人员处理一般性的程序问题 尤其是教会要给神父和全世界神职人员选出来的教皇 提供程序和法性 这就必须有成文法律 这次涉及修订的教会法条例 主要内容是确定罗马天主教教庭的基本组织架构 只有罗马教皇发布教庭最高等级的命令才能修改 所以有人说这是罗马教庭修宪 至少也是修改了教会自身的政府组织法 这份组织法最早的相关条例来自于1588年 最新的版本是1988年颁布的 最近几十年教会自身变化很大 现在的教皇是13个世纪以来第一个来自欧洲之外的教皇 教会组织法已经不太适应新形式了 另外最近十几年罗马天主教教会不断爆发丑闻 不断因为性侵案赔款 外部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 现任的教皇方济各是2013年当选的 有传闻说当时他在阿克廷大主教的职位上 为了拉票曾经许诺 当选之后会对教廷进行重要改革 天主教教会一直对选举过程严格保密 很难有确切的消息证实竞选承诺确实存在 但是方济各教皇确实在当选的同一年 下令成立了一个高级院会研究如何修改法律 作为一个上千年的官僚组织 罗马天主教会做决策的步骤非常复杂 用一个世纪修改一部法律很正常 方济各教皇用9年时间就推出了新的交情组织法 效率非常高 这和方济各的拉丁美洲出身放在一起看 说明罗马教会大多数高层知道 教会在当代的社会正在有下坡路 必须进行改变 必须适应新形式 现任教皇来自拉丁美洲 喜欢足球和Tango 会用自己的账号给美女照片点赞 在政治上 他经常发表批评资本主义的言论 之前他访问布利维亚的时候 左翼领导人曾经送给他一个用镰刀斧头拼成的十字架 现在用百度搜索方济各 最主要的关联词是解放神学和游击队 这是一个左翼教皇吗 前两任教皇的立场非常保守 和他们相比 和天主教会其他高级神人员相比 现任教宗方济各更同情下层人民 反感贫富差距 算是一个态度鲜明的左派 但是这个左派也只是和罗马教会这个保守组织比 他才算是左派 在出任教皇之前 并没有人认为方济各会赞同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是20世纪拉丁美洲特定环境下 出现的神学流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拉丁美洲部分天主教中下层神职人员 同情下等民众的苦难 对天主教会的主流保守风气不满 所以提出教会要在现实中帮助民众 不能只用未来的天堂去缓和痛苦 为了给改造现实社会 批判现实社会提供理论基础 解放神学引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概念 还有一部分神父拿起了步枪 直接参加了游击队的武装斗争 但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 都非常抵触解放神学 苏良解体之后 解放神学在上世纪末进入了低谷期 在拉丁美洲发源地的影响力也不断下降 当时方基各在阿克廷担任神旨 曾经公开批评解放神学 认为他过于激进 所以方基各被认为是解放神学的反对者 在当选教皇之后 方基各确实结束了罗马教廷 对解放神学的多年压制和排斥 采取了许多和解的姿态 最明显的动作是把1980年被谋杀的 萨尔瓦多前大主教若梅若分为圣人 这是解放神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方基各教皇的公开讲话 还使用了一些和解放神学很相似的说法 他作为拉美地区出身的主教 肯定知道自己在接近解放神学 但是整体来说 方基各担任教皇之后 并没有号召解放神学社的激进行动 对外的态度仍然很温和 他肯定不会把天主教会 变成关注现实矛盾的解放神学组织 那这一次对组织法进行改革 教会到底修改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罗马教廷已经公布了新的宪章文件全文 今年六月就开始执行 和之前的宪章相比 主要的差异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项改革是罗马教廷中央机构调整 外界的观察普遍相信 罗马教廷这次机构重组的主要目的是 强化传教系统的力量 将来要把传教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同时历史上地位最高的信礼部地位下降了 信礼部负责对教育进行解释 也负责调查教会内外的罪行 前身就是著名的宗教裁判所 2018年 信礼部部长抗议教皇演讲 说教皇不可能允许离婚者拥有信仰 直接被免职 现在教皇连信礼部本身都要改掉了 可以说 这次改革说明罗马教会终于感受到了 各种现代意识形态的冲击 知道他主要的对手既不是异端 也不是其他教派 而是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 甚至是电子游戏和虚拟现实 所以罗马教会在现有的教育方面可以有所放松 但是必须加强传教 这是一个非常符合市场逻辑的管理学决策 第二项改革是罗马之外的地方教区权力有所扩大 这也可以理解为加强传教战略的一部分 让地方教区能够更加灵活的对待本地的语言习惯和风俗 天主教至今还是世界最大的基督教派别 但面临全球多主地区基督教徒减少的压力 同时还被新兴的分支派系抢夺了信徒 所以罗马教会必须放松一些教义 宁可新获取的教徒不符合过去的标准 也要先扩大数量 用现在强健的说法 新的改革可以总结为市场下沉四个字 第三项改革是加强内部纪律 提升内部防止侵犯儿童权力机构的地位 过去几年 世界各地天主教教会不断爆发丑闻 而且往往是对过去几十年的案子一起被翻出来 这不仅引发了对教会的批评 甚至还影响了对信仰本身的质疑 所以罗马教廷除了赔钱平息争议之外 还要加强内部纪律 最起码不能浪费资金去应付法律诉诉了 第四项改革是最重要的一项 罗马教廷首次向平信徒开放了高级职务 罗马教会的信徒分成两种 神职人员和平信徒 平信徒可以成为专职的教会工作人员 但是只能在自己的教区内做低级职务 到了执事和本堂神父的级别 就必须是受过重福 也发誓单身的男性神职人员 至于上面的主教大主教 红衣主教乃至于教皇 更是百分之百的男性单身神职 所以过去我们经常用中国佛教的说法 把罗马教会的工作人员称为僧侣 这次改革之后 不仅地方教区的负责人 就算是罗马教会的中处机构 理论上说也是可以由男女平信徒担任了 这可以让接过婚的平信徒负责反性亲调查 避免外界形成天主教高级神父 都对小男孩感兴趣的刻板印象 同时这也能给罗马教廷引入一部分 过着正常生活的普通信徒 改变单身老男人群体的共同心态 不过罗马教廷还是给自己留了退路 宪章规定 大多数重要职务依然保留给主教级别以上的高级神人员 回到市场逻辑 可以认为罗马教会是一个生产思想收获捐款的企业 现在他邀请普通用户监督企业的生产流程 同时也在总部设置了一些普通客户的代表 避免因为秘密决策产生对整个产品体系的质疑 13个世纪以来 罗马教会每次对人事规则进行调整 往往伴随着大国家的战争和世界格局变动 今年的调整力度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差 说明世界的确出现了剧烈变动 本次改革的重点是引进平信徒 削弱僧侣的主导性 这是因为现代人不再相信禁欲苦修带来的神圣性 反而会质疑禁欲背后有多少肮脏的奢侈享受 天主教一直宣传的天堂地狱对凡人没有什么冲击力了 教会必须学会关怀普通人的生活 试着去解决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矛盾 具体到法律修订方面 罗马教会最早制定成文的组织法是1588年 但是次次修订法律都出现在1900年之后 前两次的修订间隔期还比较长 最近两次的时间不断缩短 这说明现代社会变化节奏明显快于前工业时代 天主教再也不能凭借历史传统去维持自身的地位了 所以罗马教会在一个来自欧洲之外的教皇领导下 发起了力度最大的改革 这份自觉性值得其他文明去借鉴 接下来我分享几条和网期内容相关的简讯 第369期税间消息 我分析了河北廊坊霸州的罚款问题 霸州曾经是京津之间的钢铁城 一个现金市每年有500万吨的钢产量 但是为了北京的环保需求 2018年霸州消灭了全部钢铁工业 每年少了10亿的税收 只能转向开发房地产炒作资产赚钱 接下来两年房地产火爆 霸州的财政收入还能上涨15% 但是到了2021年 当地人的炒房资金耗尽了 全国的炒房资金也不再认三四线城市的概念 政府的现金流数年被打断 霸州市政府只能直接给乡镇下了罚款指标 保证基本的财政吃饭问题 通过运动性执法 霸州去年11月的罚款数量 是1到9月平均值的80倍 去年12月 霸州市全部清退了违规收费罚款 统计下来一共罚了2443家企业 总数是6424万元 其实也没有收多少 但是影响恶劣 而且占用了企业的萧条时期的自救资金 今年3月25日 河北省公布了调查和整改成果 霸州市委书记被党内严重警告 政务降级 霸州市长撤销了党内职务 改为四级调研员 等于从强势的副厅级变成了副处级 霸州的市委常委和副市长都被党内严重警告 政务级大过 还有一批各局各乡镇各街道的党政负责人被处分 但是对于霸州市来说 这件事还没有结束 别说不许罚款了 就是允许他们随便罚 几千万的资金也赌不上每年10亿的财政缺口 所以我想查一下霸州去年最终的财政情况 但这次并不像查赫岗市数据那么容易了 霸州市自己的人大一月份就闭幕了 但至今看不到政府工作报告 看不到2021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霸州人民了解自己的家乡有一点麻烦 好在按照预算法规定 财政预决算报告必须公开 所以我们能找到霸州财政局长孟宪国的两会上做的预决算报告 今年的报告 孟局长只提了绝对数字 不提同比增长率 所以我们还要和前一年的预决算报告对比 2021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3亿 2021年是28.7亿 2020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20.4亿 2021年是22.5亿 看来还略有上涨 但是2020年的收入还包括了上级的税收返还 转移支付 地方政府的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上年节转 调入资金 加起来是49.2亿 到了2021年 这些非本级的财政收入就少多了 加起来只有27.3亿 比上一年少了22亿 再看所谓的政府性基金 也就是卖地收入 2020年全市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30.2亿 2021年是6.5亿 少了差不多24亿 24加20 一共差不多44亿的缺口 这就是今年霸注是要解决的问题 2020年 霸楼社财政局提出的稳定财政方案第一条是 深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着力稳增长 扩内需 促发展 这是从内部发前例 到了2021年 方案的第一条变成了积极争取资金 努力缓解地方财政压力 主要方向是找上级要钱 文件总结财政难题的时候 三个要点说的都非常直接 静静给大家读一下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 当前全市财政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主要表现在 一是疫情反复 房地产行业低迷 经济下行压力持续 财政收入增速趋缓 收入组织难度前所未有 二是政策性支出逐年增加 刚性支出需求有增无减 收支平衡难度空前加大 三是部门项目储备质量不高 向上争取资金的积极性和技巧性 仍需加强 向上争取资金的积极性和技巧性 仍需加强 这么直白的话说出来 罢州的财政压力肯定很大 然后我们看2022年 罢州市的预算安排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安排了30.3亿 增长5.5% 期待上级给33.4亿 这也还说得过去 但是去年的卖地收入只有6.5亿 罢州市今年制定的 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还是32.4亿 我很好奇 罢州市打算把地卖给谁 现在全年的四分之一已经过去了 按照预算 应该卖掉了8亿的土地 罢州乃至于廊坊 因为疫情还在封城状态 如果有当地的观众 可以关注一下周围的土地拍卖情况 看看房价是不是还有涨势 今年2月6日 第397事件的消息 我分析了俄罗斯新造 图160战略轰炸机的原因 当时我说 高空高速突防的时代过去了 从实用性和经济性角度说 图160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甚至不如重新开一条 图95螺旋桨轰炸机的生产线 最起码可以保证机队数量 和稳定的威慑力 但是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 图95生产线已经拆了 俄罗斯没有能力 重建一条工业化的轰炸机流水线 哪怕是20世纪中期水平的 轰炸机流水线 所以俄罗斯宁可再收集一些 前苏联的材料和零件 用作坊拼装的方式 每年搞一两架图160 至少可以安慰自己说 比图95强大 飞起来好看 对国民也算有一个交代 刚刚过去的3月22日 俄罗斯的副总理鲍里索夫宣布 2022年俄罗斯要生产一架 同时再升级一架图160战略轰炸机 的确是作坊式制造 但是考虑到俄罗斯的航母 还在船坞里面修理 我对这个两架图160的 伟大生产计划还是保持怀疑 大家到年底可以关注一下 俄罗斯有没有完成 这两架轰炸机的生产计划 最后我作为上海居民 我得关注一下本地的疫情 2021年最后一天 第373期事件消息 我分析了西安封城抗疫的经验教训 我说自从武汉疫情爆发以来 各个城市在防疫和隔离问题上 总是犯同样的错误 不如国家组织一个精案的 常被社区管理队伍 随时准备派到疫情爆发的城市 给当地的社区干部当副手 当参谋 这次上海防疫很不幸 我又看到了和西安类似的情况 当时西安最恶劣的一件事 是一个孕妇因为核酸报告失效 等两个小时也进不了医院 大出血流产 3月23日 上海市东方医院护士周胜妮 在家中哮喘发作 被家属送到自己工作的医院就诊 但是东方医院的南院 急诊部因为疫情防控需要 暂时关闭 不肯接受病人 要求家属把周胜妮送到其他医院 结果耽误了时间 当晚23时 周胜妮抢药无效 去世了 最新的消息 昨天3月28日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表示 已经专门制定了工作方案 要求各医疗机构 要切实保证急诊律测通道的畅通 这是周胜妮护士用生命换来的新政策 不知道各区落实的怎么样 上海市东方医院是同济大学附属医院 周胜妮也算我广义上的校友 平时我也经常去东方医院提前看病 这次西安的悲剧在上海重演 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各地政府 有些事不是非得碰壁才能回头 动物只有基因驱动的本能 后天学习能力弱 所以动物需要用死亡来淘汰错误的基因 活下来的动物就能做出正确的本能动作 人类和动物不一样 人类有文化 有语言 有文字 所以通过快速学习 可以快速改变行为方式 学习新的技能 人类仅仅用了十几万年就统治了地球 这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每个地方的防疫人员 都要从零开始摸索经验 就像重新发明轮子那样 一点点搭建本地的防疫体系 效率明显太低 还把一部分人类变成了可淘汰的代价 所以我再次建议 国家应急不和疾控中心 一个联合组建一个几百人的队伍 遇到哪个大城市风控就送过去 提高组建防疫体系的效率 减少地方碰壁走弯路的次数 不要再用生命去探索新政策了 至于说资金从哪里来 上海去年的GDP是4.32万亿 每封控一天就要损失上百亿的财富 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员 按照年薪20万工作50年计算 需要发1000万的工资 100亿的财富节约出来放的银行不动 可以让中国接了几十年 时刻保证1000人的防疫城市管理队伍 这1000人如果能够帮助某个一线知识 提前一天全部解封就不算亏 更不要说他们还会减少大量的人命损失 怎么算都是合理的买卖 希望国家能够认真考虑 用专业的团队去保存各大城市的防疫经验 412期睡前消息到此结束 文字内容我们随后会发在 睡前消息编辑部的公众号 如果你喜欢睡前消息的内容 请用各种方式帮我们转发 我们周五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